橘色旋风来了 招牌橘黄色上衣配小短裙 日本绝高校来台处女秀就在国庆大典 跳皮的舞蹈动作 踩一步跳一步演奏乐器左摇右摆 青春火力瞬间充满整个国庆会场 学生们边吹奏乐器还要离秒差迅速走位 抗着石工进乐器跳在半空中 演奏不能中断 考验成员肺活量 而团圆的每一步都要精准落在62.5公分 让队伍整齐划一 带着笑容跟观众挥挥手 橘色恶魔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 京都局高校吹奏部是日本管乐大赛常胜军 在YouTube上的点阅率最高有4000万的流量 日本高中生来台演出狂圈粉 咱们小绿绿北一女乐器队 同样很争气同场较劲 精湛转枪技术已经让大家看得瞬目结舌 小绿绿一字排开下一秒又来个波浪转枪 而操枪难度也只有越来越高 在没有音乐没有打数的情况下 悬枪踏顶要展现队员之间的绝佳默契 高难度抛枪每个人抛出去的高度一致 落点也在同一个拍子上近乎完美 接下来默契大考验 双人枪法前人抛枪后人接 只见学生的动作熟练 全场临时务演出 当场获得满堂喝彩 最后的压轴演出来头也不小 今年全国学生音乐比赛行进管乐国中组 创下十二连霸记录的小名女中管乐队 首次登上国庆大典 台日三校抄西京演出 嗨一番国庆现场 记者黄义俊王震台北采访报道 接下来科普一下水神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